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第三册的第32课了 就是Lesson 32 A Lost Ship 一艘沉船 首先像往常一样 下面打开书 先看一下这颗书的生词短语 请翻书到150页 150页 我们先把这颗书的生词短语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好 动作快一些 150页 Now read after me Salvage Salvage Barrons Barrons Sunken Sunken Cargo Cargo Bullium Bullium Scour Scour Chest Chest Contents Contents Belong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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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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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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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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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kbook Lockbook Piece Peace Peace Conv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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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p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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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marine Submarine Naval Naval Ministry Ministry 好极了 这是这棵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像往常一样 咱们还是先来看一看这棵书中一些比较重点的词汇 第一个词汇就是咱们以前曾经讲过今天做复习的就是营救 拯救 或者是翻译成打捞 如果这东西在水里面呢就打捞出来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注意这个字母V出现了再来一遍上牙处下唇再来一遍 Salvage Salvage 营救 拯救 或者是打捞 这个词早在第七课咱们就重点讲过 大家还记不记得还有什么要点呢 可能大家能回忆起来 我们说这个词的宾语一般是事物 而一般不止救人 把什么东西抢救出来或者水中打捞出来都行 我们看一个例子 He tried desperately to salvage belongings from the burning house 他这个desperately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叫亡命的不顾一切的拼命的 他不顾一切的想从着火的房子里面把这个财物拯救出来 Belongings咱们以前见过习惯用复述表示私人财物 尤其是动产能抬得走的 就除了房地产之外 那个财物都叫Belongings 你看把财物从着火的房子里面救出来 而且这个词一般是跟借词from搭配 从什么什么中拯救出某个东西 本分钟指打捞这个沉船 用它也是正确的 注意他一般用事物做兵运 那么回顾一下 那么跟人跟事物都可以的 我们在第七课讲过 一个词叫rescue 它跟这个save是同一词 那么这个兵运就没有限制了 救人救物资救东西都行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第二个词吧 rescue rescue 同样可以表示救 但是兵运就没有限制了 人和事物都行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先回顾第七课 就是在三十八页的第三行 三十八页第三行 有这么一句话 当你把这个裤子 从洗衣机里救出来之后 你是不是发现这个钞票 已经比白还白了呢 这是把裤子 从洗衣机里拯救出来 因为大额钞票在裤兜里面 这个是旧东西 代表旧裤子是可以的 我们再看第十二课中 就是五十八页的第十五行 五十八页第十五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它说 当一个过路的油轮 大家可能还记得 tanker叫乘石油的 运石油的船 叫油轮 把他们两个人 五天之后救起来之后 两个人对他们 不得不离开黄岛 感到由衷的遗憾 在这里面 rescue是救人了 所以看到他跟save一样 救人 救物资都可以 亚利山大等于在 文章中隐晦地告诉我们 我们把支撵给他挖出来 不要白读这个书 还有一个 在二指课咱们说过 表示用飞机或者轮船 把被困的人搭救上来 大家还记得是哪个吗 可能大家还记得 我们用pick up 可以表示把被困的人 救了上来 尤其是用飞机 直升机 轮船搭救起来 那不妨我们就复习 这几个出售大配备的记住 我们回顾一下 在第九十页的第七行 九十页第七行 第二课里面 The Antunay floating on the water until Lathan was picked up by a ship Antunay好飞机 那么一直漂流在水上 直到莱斯姆 被一艘轮船搭救了上来 be picked up 表示把被困的人救上来 可以用它 但我们知道这个词意思也很多 可以表示开车把某人接回来 什么捡起东西 接听电话 甚至是买到便宜货 学会了什么知识 意思特别多 但在这里边是表示 把被困的人救上来 这是咱们一个重点知识复习 表示拯救搭救 相关的这几个重要词汇 我们就看到这儿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看一看沉默的这个形容词 刚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注意字母K出现前面的N一般是舌根音 舌根拱上去 因为你要发K 这个声音舌根必须上去 大声了没 三肯 三肯 沉默的 不是沉默寡言的 就是沉入水中沉底的 这个 这个形容词注意什么呢 我们在使用时注意 英语中特别麻烦 它有很多注意的位置 这个词一定做定语 它不能放在系统词 后面当表语 一定做定语 修饰另外一个名词 放在名词前修饰 我们看例子 比如说 三肯 叫沉入水中的宝藏 这个Trader呢 指金银财宝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你像我们一个小说 在金银岛 Trader Islands 就用它 那么下面这个 本文中用的是 A sunken ship 一艘沉船 沉入水中的这个船 可以用它 但是做表语错了 我们不能说 The ship was sunken 这个不行 它不能做表语 只能做定语 那我非要说 这个船沉了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动词 sank 比如说 The ship has sank 这个船已经沉了 用sank 用它的过去分析形式 完成时 或者用被动的也像 The ship has been sunk 这个也像 在这个时候呢 就表示这个船被击沉了 因为这个sank 可以表示达沉 使沉默的意思 这个时候表示传沉了 用动词是正确的 但注意 不能做表语 这个要注意 另外sank 这个词 生活中使用时 它做定语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指什么呢 我们看个例子 Her sunken eyes Her sunken cheeks 我们大家能猜到 指深陷的 尤其是表示 这个人久病了之后 眼窝深陷的 双颊深陷的 就像陷下去一样 沉默的吗 跟它类似 你看Her sunken eyes 这个女孩的 深陷的双眼 因为这个 长期患病 或者是吃不好东西 眼睛就抠了 怎么说 还有His sunken cheeks 它深陷的面颊 因为长期吃不好东西呢 这个面颊都凹了进去 可以用它 这是沉默的一个派生意 那么由它 我们回顾一下 跟这个 这个sank这个沉 相关的一个形容词 我们在第十课见过 不妨再看一看 就是不可能沉默的 沉默的叫sankent 但不可能沉默的 我们有这么一个词 也非常好记 ABLE是可以 疑问是不 我们大声度下 Unsinkable Unsinkable 不可能沉默的 咱们复习一下 在当时的第十课讲过 就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 五十页的第四到第六行 五十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 他说 At that time However She was not only the largest ship that had ever been built But was regarded as unthinkable For she had 16 watertight compartments 然而在那个时候 泰坦尼克号不单是 被建造的船里最大的一艘 而且被人们是不可能沉默的 因为它有16个 密不透水的密封舱 不可能沉默的叫unthinkable 这个词 这个定语做表语 没有限制的 但sankent 一般是做定语 不能做表语 好 这跟沉默相关的字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彻底搜索这个字 这个字可能陌生一些 但是搜索是个重要表达的一群 我们先跟老师大声间读一下 注意这个字母 在后面中读 必须着化成g 这个声音 大声里面 scour 而不要读成scour 彻底搜索 表示搜索 那是一个重要表达 我们来看一看生活中一些常见的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search 但是我们未必会用这个字 如果表示在某个地方搜寻某个东西 咱们搭配是这样的 search a place for something 这个搜寻某个东西 就把这个目标放在ges for的后面 如果表示在某个地方搜寻 前面search 可以当极物动词 search a place 但是在搜寻的目标前 必须加ges for 这个搭配要注意 这个搭配要注意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咱们看下面这句话 The detective is searching for clues Detective指人的话是什么 是侦探 大家可能还记得 侦探小说叫detective stories 24个咱们见过 这位侦探怎么样 正在搜寻一些线索 clue叫线索 这里面他没有说搜寻某个地方 所以把前面这个a place 是可以去掉的 直接搜寻的是什么呢 目标是线索 for clues 这个for在这儿不能省略 如果表示在某个地方搜寻 search可以直接加冰语 你比如说我们看例子 看在本文中就出现了 就在本文150页的课文的 第一行末尾开始 接着本文第一行末尾开始 The small ship Elker which had been searching the barren sea for weeks was on its way home 小船二二科号 在巴伦之海搜寻了几周之后 正在返航的途中 你注意在这search the barren sea 能不能翻译成 正在搜寻八轮之海 这个大海丢不了 不用你去搜寻 在八轮之海搜寻 这个the barren sea 是不是相当于 刚才搭配里面这个a place 对吧 这个很容易错 但注意后面 for weeks 可不是这个for了 这for weeks 时间状 已经连续几周了 其实相当于省略了 for the second ship 寻找的是那艘沉船 就好了 这是search 比如搜寻寻找 这个词的搭配 把它记住 那么跟他类似的 还有一个出去到处找某个东西 在第一课见过 就是hunt for 这个hunt本来做动词 表示打猎的意思 所以hunt for也是表示 到处搜寻或寻找 但hunt前面一般就不能夹避语了 直接夹这词for 再加目标就好了 咱们比如说 I'm hunting for a job now 我现在正在四处找工作呢 hunt home注意 加这词for 那么他做名词呢 这词搭配不变 我们回顾一下 十四页的第七行 十四页的第七行 就第一课里面 the hunt for the puma had began in a small village where a woman picking blackberries saw a large cat only five years away from her 对美洲诗的搜寻 开始一个小村子里边 在这一个彩黑眉的女人 看到一只所谓的大猫 离她近五马这么远 你看对于美洲诗的搜寻 the hunt for the puma 前面那个借词for是不变的 这说hunt变成名词 借词依然是for 这是搜寻寻找 用hunt for也行 也是加借词for 好急 还有呢 我们有一个搭配叫 摸索着寻找 尤其表示是用手 在里面翻 翻来覆去的找 摸索着在找 东西哪呢 刀过来刀过去 再找这个东西 这个感觉用什么呢 用动词翻步 后面也是加借词for 如果表示搜寻 某个东西的话 依然加借词for 我们大声读一下 fumble fumble 这个一读呢 这意思就知道了 fumble 发音特别像中文的什么 特别像翻包嘛 翻包在里边 fumble 翻包 就是这么个翻包 这么个动作 翻来覆去翻找某个东西 我们同样看一些简单例子 she fumbled for her keys in her purse 这个女孩在小包里呢 翻来覆去 在找这个钥匙 钥匙怎么没了呢 钥匙呢 这个purse 一般只是女孩子的钱包 或者小手包 里边放点什么钥匙啊 口红啊 什么什么一些零钱等等等等 这purse 小手包里翻找钥匙呢 注意家借词for 这个用它特别传神 就翻包嘛 刚好是在小包包里翻 那么我们在三册里面 也出现这个词了 就是在未来的四十四课 咱们先看一看啊 204页的第八到第九行 204页的第八到第九行 他说 If you're lucky enough to get a sleeper You'll spend half the night staring at a small blue light in the ceiling or fumbling to find your ticket for inspection 如果你呢 很幸运 能够赶上卧铺车 那么你也睡不安稳 怎么呢 你会花费半宿的时间 盯着天花板上那张小蓝灯 或者呢 这个翻来覆去的找你的车票 以应付检查 大门也来查票了 说明睡不安稳 这个fumbling 后面是fumble to do something 当然是可以的 那你要非要把东西用for呢 就fumbling for your ticket 但这里为什么没叫for your ticket呢 如果有for your ticket for inspection 连用两个for读起来就别扭了 咱们离这么近的地方 对话换一换 所以前面有fumble to do 后面再叫for inspection 以应付检查 这个呢 避免重复 好一些 这是总而言之 这个词表示翻来覆去的找 翻包 什么期就行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看 本文中这个scour 彻底搜索 但注意这个词 一定是极无动词 它一定要加一个地点 scour a place for 在这个地方彻底搜索 然后为了找某人某东西 加起4就好了 这个好记 为什么呢 scour这个词 本来是表示刷锅的意思 就是用铁砂呀 或那些什么硬的东西来刷锅 我们这锅呢 总不刷的话 底下有这个gobber 我们用的铁刷 咔滋咔滋咔滋 把它刷干净 这个锅刷干净 所以要把每一个脏的地方 都把它弄掉 把它蹭掉 所以彻底搜索用它 就很贴心 你听scour 这个声音好 就呱吱吱吱吱吱这个声音 特别好记 我们同样通过一些例子 来看一看 比如说本文中 这个第八行末尾 就在本文150页 第八行 课文第八行的末尾 The seabed was scoured with powerful nets 这个海底被用结实的网 彻底搜索一遍 这个scour用被动 因为它的避余可以表这个地点 在哪个地方 在海底搜这个沉没的船 是这个意思 注意这是急误动词 直接可以加地点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像 咱们不妨一块把它记住 是什么呢 也是彻底搜索 就是combe a place for 大家可能特别熟悉 我们知道combe这个词 它名词表示 梳子 梳头的梳子 做动词呢 是彻底搜寻 当然它也可表示梳头的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 非常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梳头啊 可以把头部里的东西 把它都毙出来 你看这个 我们还有一种 比梳子更密的 一种东西叫毙子 咱们现在可能没有听说过了 在我们小的时候 那时候呢 中国还比较穷的 那时候一穷人家的孩子 往往头部里长狮子 就是我们现在听说 都很罕见了 长狮子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就用这个壁子 就尺儿特别细的 特别密的 这种梳子 躺在那儿 妈妈用壁子 壁这个头 一壁里面的狮子 稀啦哗啦稀啦哗啦 那小虫子就都出来了 这壁子 当时呢 有一个人长头是全班都长 为什么呢 它传染呢 狮子蹦来蹦去 而且我们这个有时候 下课玩什么呢 那时候没有手机 不打游戏 怎么办呢 玩顶牛 怎么叫顶牛 用脑袋顶 好了 传给那个人了 所以男生还好办 得了狮子 把它剃秃子就好了 女孩还不能剃秃子 就特别麻烦 所以你看 把这狮子从头发里 把它避出来 用壁子避出来 是不是跟comb a place 很类似吧 像梳头一样 把这个东西弄出来 我们就要注意哦 甭过是梳子 还是梳头 还是这个搜寻 这个壁不发音 老师说过 mb结尾的词 后面那壁 一般都是不发音的 再读一下 comb 注意不要懂 comb 那壁不发音 开个例子 the police are combing the woods for the fugitive 大家还记不记得 fugitive是什么 26后 我们想说 那个逃犯 the fugitive is wanted by the police 这个逃犯 被警方通缉 这怎么样呢 这个警察 正在什么 硕底搜索 这个树林子 为了找这个逃犯 你看搜索树林子 combing the woods 树跟头发一样 我们用树子来树一遍 把这家伙找到了 但是用for表示 这个后面跟的目标就好了 这两个可以同时记 因为搭配和含义是类似的 只不过本意 一个是刷锅 一个是树头 特别好记 好 这是搜寻 这几个关键字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有关键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